惊天逆转 暴跌近20%后 千亿龙头反弹15% 鬼虎股拔沸腾 人气冲上第一 10月5日早盘 港股市场颇具看点 受到隔夜美股大跌 日行股市盘出大幅走软影响 恒生指数等主要股指大幅低开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默克公司近日公布了 其和里奇巴克生物医药公司联合研发的口服 抗新冠药物莫纳比拉维三期 临床试验中期分析数据 结果显示 该药物可将轻中症新冠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 降低约50% 然而也有相对谨慎的投资者 担忧复新医药港股投资者 在今天大幅反弹后获利了结 而且A股开始后可能会调整